成功进入到谈前不伤感情 我给你的岗位是 六人游定制旅行运营部的运营编辑 薪水是4500 举贤科技股份的在北京 我们专门是从事人力志愿的 研究 发掘 培育或输送 同时我们现在还开启了 新的文化板块 其实我们这还在座的小业 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 中华区院文化研究会 这个里面有很多院士 一些科学家 有些教授 艺术家很多 我们里面也有一些系列的活动 我觉得你有无限的可能性 现在叫市场助理 工作地点在北京 工资是6500 我帮上方总翻译一下 是屈员 我怕你没听明白 我给你的岗位也是市场助理 然后在北京薪资6500 那我给你的整个职位是 线上运营及销售 6000加提成加奖金 走到他们其中两位面前 按一下旁边的红色按钮 请出发 好 有请王上峰和任一鸣 走上我们的竞价台 我给的是人设拍 我们线上运营和网络销售 你非常适合于做线上的板块 还是可以跟客户的一些沟通和交流 人设拍是一家很优秀的企业 举行网的更优秀 举行网专注人才领域15年 我们就接触大量的高端人才 不仅仅是清华北大 还有MIT 哥伦比亚 哈佛 耶努 你可以天天结合这些人 欢迎你到我们这儿来 有很多机会让你学习成长 在北京有防补吗 北京没有防补 对 就是这样一家 比人设拍更优秀的企业 在北京没有防补 短期的可以提供渡房 短期你这个有多短 一年之内吧 好 接下来给你几秒钟的时间考虑 好 英智杰 你最终的选择是哪一方呢 我选择举行科技 祝贺王上峰 感谢任一鸣 也祝贺求职者英智杰 没把我整这样的 有模有样啊 来 智杰 恭喜你 在你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 我想向徐磊提一个问题 他今天来找的是三个岗位 法务 产品经理 市场运营 我说的顺序就是他的期望排序 但结果大家最后却没有 给予他法务这样的岗位 这个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自己就特别需要法务 尤其还要有金融背景 但是我有一点感觉 你在法律上不够深耕和钻研 所以我依然会很看好你的未来 只是你需要去深耕你的专业 而且我也特别喜欢智贱 其实你的专业法务加上这个金融 是我特别需要的 但是我觉得很遗憾的是 你在第一环节没有特别表现出 你的专业的这个专业性 所以我就放弃了 一个是深耕 另外一个就是表达 我讲起了一句谚语 茶壶里煮饺子 你有内容你倒不出来 这个有可能也是以后你到举贤那里 需要去不断改进的 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再见 对 可以和我们招个手吗 再见 拜拜 拜拜 抱名参与非你莫属 请将求职简历 发送到非你莫属全拼 2010at126.com 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企业家 想通过我们的节目 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和工商信息 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全拼 at163.com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